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这样说 远之倒是铁心而去 无所顾念也 远之 但是 转得之言确是肺腑 使君仁慈之心 远之自是知晓 但是使君大业未成竟说出此话 令远之灰心也 远之之杀多有高人 此并非戏言须此 诸公当往求之已成大业 既如此 敢翻原职 未备庆来相见 此人不可屈致 使君只能亲往求之 使君若得此人 无异于 周得吕望 汉得张良也 此人才得 比先生如何 以我比之 犹如 奴马比麒麟 寒鸭比鸾缓 此人自比管仲悦异 有惊天伟帝之才 盖天下之奇才也 愿闻其姓名 此人 乃狼牙洋独人 父姓诸葛 明亮自孔明 所居之地 有一山岗 名卧龙岗 因而 自好卧龙先生 使君若得此人辅佐 何愁天下不定 莫非就是卧龙奉厨户 奉厨乃襄阳 庞同也 卧龙正是诸葛孔明 今日知卧龙奉厨之真意 何其大仙之在墓前 非先生言 悲有眼如芒也 世君 愿之告辞了 告辞 愿之此句 天各一方 不知何日方能相会 草草为削弱刘备势力 得其贤才为己所用 社稷将徐术转之许多 十里长庭徐术回马 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之后 曾绕到南阳 面见诸葛亮 将举荐之事告知 刘备送走徐术 便准备同关羽 张飞 一起拜请诸葛亮 你的静定 写 你指定的静定 他要有点 他的静定